装备的生产都考虑到了军民两用 战时可以立即转化 战争潜力不可低估 安倍内阁彻底为武器出口松绑 可以一箭双雕 既可以扶持军工产业 还可以帮助刺激日本经济复苏 另外日本已经在像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出口警备舰等装备 还对澳大利亚提供有关潜艇的技术 有分析称 日本是把出口武器和提供相关技术 作为对中国构筑包围网的杠杆加以利用 他今后可以向亚洲周边的国家 比如说菲律宾印度等国家进行武器出口 或者说提供武器装备 那么这对整个亚洲地区新的战略平衡 将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有分析还认为 突破武器禁运三原则 是其突破和平宪法的一个缩影 也是日本对外界不断测试的手段之一 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 向海外派兵 渐渐将和平宪法事实上置于无用之地 日本NHK电视台周一报道 美国计划今年5月在波斯湾举行一场 有三个人的战略